架上滿滿的德式黑麥麵包 乏人問津 小老百姓連麵包都快吃不起 位於德國科隆的這間90年傳承老店 撐不下去吹息燈號 柏林慈善團體的愛心廚房 滿滿都是家境清寒的孩童 德國八月份通膨率飆破50年紀錄 單親媽媽也不願意靠施捨度日 但日子實在過不下去 生鮮蔬果日用品一車一車再回家 法國邊境的購物中心 滿滿都是比利時人 為了省錢只好跨境到法國購物 各國通膨瀕臨失控 現在除了靠升息 已無計可施 美國聯準會官員還暗示 今年還可能再升息五碼 吹响各國反向貨幣戰的號角 瑞士跟進美國升息三碼 英國挪威也升息兩碼 新一市場的南非跟越南 甚至高升四碼 唯獨土耳其獨步全球降息四碼 而日本強調堅守百分之負零點一的利率 卻罕見介入干預會市 日本央行出手抛售美元替日元止血 同時也市井核心CPI還會繼續向上攀升 明年之前恐怕無緣見到軟著陸的跡象 一般家庭都得勒緊褲帶 區域別選擇報導 購物車每樣食物都要精打再細算 因為現在買得起的東西已大不如前 受通膨影響 8月美國人平均消費增加8.3% 這時候聯準會又宣布再升息三碼 華爾街日報報導 聯準會預期年底前一口氣升五碼 讓基準利率達到4.6% 鮑爾也警告經濟衰退 是抑制通膨的必要代價 背了一身債的美國民眾 就快喘不過氣 美國房市買氣也明顯下滑 蓋新房速度放緩 在西雅圖掛牌出售房屋減少了20% 不過房地產經紀人說 因為賣家選擇觀望 房價開始回落 因此建議要買房的民眾 不如趁這時候逢低購入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美國年底消費放季即將到來 很多人摩拳擦掌準備打零工 但今年恐怕要失望了 Walmart announcing plans this week to hire 40,000 seasonal workers far fewer than the 150,000 it hired last year First off, they already have far more permanent workers than they had during the last holiday season They've already warned that they've seen some signs of 身為美國零售業者龍頭 Walmart和其他競爭對手一樣 面臨歷史性通膨帶來的龐大壓力 美國消費者被迫在食品等民生必需品 花費更多預算 因此減少電子產品和電視等 大宗商品購買 導致許多零售業者爭先恐後 削減多餘商品成本 美國物流業巨頭聯邦快遞 警告全球將面臨經濟衰退 宣告他們計畫提前削減成本 在這一波不確定性當中 零售業還是得想辦法 讓消費者掏出錢來 Target宣布今年的優惠日 將從十月六號展開 折扣延長到十二月二十四號 至於克爾百貨公司 將在十月十三號 舉行第二次季節性招聘活動 填補兼職和全職職缺 銷售放緩的情況 也出現在房屋業 專家分析現在是買方市場 買方可以和建商討價還價 只是隨著美國聯準會升息 申請抵押貸款的手購族 還是不敢輕易出手 通膨和升息也影響了美國人的人生大事 根據統計 年輕已婚夫婦 和單身人士之間的金錢差距正在擴大 二十五大三十四歲夫妻的財富中位數 幾乎是單身人士的九倍 2022年6月 美國房價達到1989年6月以來的最高水準 光是過去兩年房價上漲了百分之四十四 成本如此高 但入門房屋在市場上不多 越來越多單身人士努力找尋負擔得起的房屋購買 經濟鴻溝一年比一年大 在二零一零年 已婚家庭的財富中位數是單身人士的四倍 現在已經漲到九倍 該為了存款找人結婚 還是省錢當單身貴族左右為難 TBS新聞綜合報導 歐美國家的央行頻頻升息 希望可以抑制通膨 除了美元走強 其他國家包含了美股各國的股市以及貨幣 都甚至出現了跌跌不休的情況 德國跟英國紛紛推出打齊通膨的財政的新政策 都舉債補貼民眾的能源支出 但是英國的新首相的減税新政 卻讓投資人信心大失 與此同時英國也推出印有新國王 查爾斯三世的肖像新硬幣 外界現在觀眾的焦點就是 君主體制跟英國經濟 到底哪一個可以延續得更久 女王駕崩英國王氏改朝換代 印有查爾斯三世肖像的新鈔也將在今年底問世 預計2024年流入市面取代磨損的舊鈔 有5英鎊到50英鎊四種面額 首批印有新國王查爾斯三世肖像的五便式新硬幣 下週就要發行 我們今天在聖國王氏 不會不斷地取消所有英國王氏 它會保持在經濟的經濟 直到經濟的經濟生命 這是好好的20至30年 新印閉上 查爾斯三世面朝左方沒有戴王冠 稍微鬆垮的臉頰和抬頭紋也清晰可見 女王駕崩後 英國君主體制延續 與英國經濟同樣面臨前所未有挑戰 新首相特拉斯上任後立刻推出大幅減稅 同時補貼民眾能源費用的行政 半世紀以來英國最大的減稅計畫 讓英國政府未來半年內 需要增加負債720億英鎊 約2.4兆元台幣之多 英國反對黨批評 減稅只讓有錢人獲利 更會有刺激通貨膨脹的反效果 英鎊與英國債券果如預期下跌 逼得英國央行緊急宣布650億英鎊的 長期買進公債計畫 但英向特拉斯仍然堅持行政 同樣承諾打壓能源價格 德國則是取消天然氣稅 推出2000億歐元的能源補貼計畫 費用來自德國官方疫情期間的經濟穩定基金 但仍免不了必須舉債 肖子表示德國經濟體制穩定堅強 不過全球投資者顯然對歐洲經濟體 沒那麼有信心 隨著美國聯準會持續升息 熱錢流向美元 我之前在三年 英鎊比銀幣更多 但現在是另一方 所以有點傷害 我們在2016年來 我們仍然享受很多東西 但現在在2022年 所有東西都增加了 連狂飆到20年新高點觀光客最有感 美國升息壓通膨 9月美國股市表現則是2008年以來最糟 標準普爾500指數 單月跌幅超過8% 為挽救通膨而升息 結果美股蒸發13兆美元 連蘋果跌幅都超過4% 29日美股四大指數再度全黑作收 我認為我們在2023年 甚至在一個禁止的環境 我認為我們會看到投資者 回到大量貨幣 因為它其實是維持的 但許多人擔心的是今年的冬天 通膨之下歐美的長明生活 從冬季取暖 加油 到焰彈禮物都資助比較 英國漢姆利玩具百貨公司 公布今年十大玩具排行榜 第一名是35英鎊 約1200元台幣的玩具槍 第二名是100英鎊 約3500元台幣的 伴家家酒冰淇淋車 為了怕小孩子什麼都要 大人只好做選擇 然後所有孩子共享玩具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通膨時代成長的小朋友們可得習慣 看看美國的大人們 現在買菜買肉都要糾團省錢 如果家裡冰箱夠大 一次買到量販包食物 也能避掉幾次價格波動 很多客人都會買 兩至三個大量的 這會幫助到負責 因為人們會買少量 在未來的負責 那會把負責 減少和負責 減少和負責 這是二手精品店 有些人原來買奢侈品不眨眼 但是現在沒有這麼多社交機會 那就是中國隨時都會封控 所以就把精品拿出來便現 還有以前有人會買一下當季的 新的精品包包 犒賞自己 大部分是中產白領 現在非常講究CP值 把目光轉向二手精品 所以讓二手精品的市場 供給跟需求全面上升 原來只有網購的二手精品商家 已經開設實體店 甚至進駐大型的購物商場 還要把自己的二手精品的 這一個產業品牌化 報導裡面 不管是中國 南韓到日本 歐美 那麼買二手品 或者是二手精品 變成很多消費者 不再害羞的選擇 在烏俄戰爭引發的能源 量價飆升下 全球各地民眾都飽受通膨之苦 鈔票越來越薄 而中國大陸更因為嚴格的 清零防疫政策 經濟情勢雪上加霜 就在這個荷包縮水 大家勒緊肚皮的情況下 有個行業卻逆勢成長 經濟放緩對於我們這個行業來說 確實是有一些好處的 這個促進作用的 我可以說 一方面是在 在供給團 在consigner的那邊 因為經濟放緩了 他們能夠想到說 Why not 我把家裡的閒置的這個 luxury的 goods 拿出來去售賣 不僅更多二手精品 願意投入市場 過去時不時就買個 當季新包 犒賞自己的中產白領 也因為財富縮水 開始把目光投向二手品 消費會降級的 而且我作為一個社畜來說 肯定會降級 但是呢 就是喜歡的 就是還是很喜歡 就是控制不住 有購買慾 所以說我覺得 這種二手的特別好 就連已經財富自由的 金字塔高端民眾 也因為當前清零防疫政策 隨時可能因為居住的豪宅社區 出現一宗陽性個案 就得禁足甚至封城 長期出不了門 讓人變得更佛系 對新品的慾望也降低 我就是對物欲的那個降低了 我覺得就是 你能夠穿睡衣 在家三個月的情況下 好像現在我有時候出門 就是一個十塊錢的翻譜包 就這樣出來了 就覺得好像 都可以簡化 弄著看價錢的那個東西 業者坦言在經濟趨緩的情況下 CP值的高低 決定了消費者的掏錢意願 他們會去找 什麼樣的商品的性價比更高 他們發現二手是一個很好的 切入的這個方式 在供給需求的快速攀升之下 這間原本只做網路交易的 二手精品賣場 從去年八月起 短短一年就在上海 成都等地站穩腳跟 把實體店打入購物中心內 美麗 永遠值得被追求 來逛逛之二吧 從logo設計到店內裝潢 儼然要借二手創立自家品牌 與LV KUJI等國際精品大廠分取一片天 而在通膨高漲之下 南韓同樣吹起二手浪潮 我現在是在首爾市以青春活力 著稱的新催商圈 那就在兩天前 韓國百貨行業 首個二手的商品館 是正式的開始營業了 從名牌球鞋到包包 南韓民眾在二手實體店內 大方的試穿試袋 不再認為買二手品沒有面子 反而覺得這是更環保 與省錢的選擇 尤其是對年輕上班族 或者大學生來說 接受度更高 最近幾年呢 韓國的二手交易的市場 是每年都在保持著 至少百分之二十的增速 截至去年呢 市場規模是已經達到了 約合人民幣一千兩百多億元 至於原本就存在大黑屋等 連鎖二手精品專賣店的日本 更因為日圓的持續走貶 連歐美民眾也樂於花更少的錢 購入超值商品 面對二手精品蜂巢 在亞洲甚至歐美等地區 持續延燒 會不會擠壓到 國際精品的市場呢 看看小內奧店外 這排隊的人潮 很明顯沒在怕的 甚至枯舉生產商 開雲集團乾脆開設管道 讓顧客回收產品再轉賣 一方面投入二手市場分杯羹 另一方面也更能確保 二手精品的品質與真偉 通膨壓力也有貧富鴻溝 二手精品再當到 富豪手上的全新名牌包 也不會間斷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將果上面液的調味肌肉 輕輕拍打 讓麵粉均勻 放入滾燙油鍋 發出美味聲響 炸到外酥內軟 剪成小塊 熱騰騰上桌 炸雞看成南韓平民美食 正宗吃法 要搭配清爽白蘿蔔 今年以來幾番漲價 讓韓國人吃不消 超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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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韓今年八月 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5.7% 但炸雞漲幅高達11.4% 南韓當地大型超市 甚至推出抗爪炸雞 一致拳擊8800韓元 折合約180元台幣 吸引大批民眾排隊搶購 一位南韓YouTuber 特地拍片記錄 其中一間連鎖超市 Home Plus 從6月30號 推出炸雞促銷企劃以來 號稱已經賣出 近50萬隻炸雞 南韓高度依賴 國外原物料進口 也因此在俄物戰爭 引發的糧食短缺 和供應鏈緊張 手當其衝 百勝中國是大陸規模 最大的餐飲公司 旗下擁有 陳德基 畢勝客 和Taco Bell等連鎖素食店 他們正在研發 創新營運模式 不把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像是肯德基 在雞腿雞胸肉以外 雞腳和雞脖子也炸來賣 百勝中國解釋 高油價雖然是他們推新產品的主因 但炸雞腳的確是顧客敲碗多年的品項 米飯本來就是日本人的餐桌主食 但是自1962年之後 米食消費量就逐漸下降 過去50年來已經降到45% 日本必勝客推出米披薩 希望引發民眾嘗試購買 全球餐飲業都受到油價和原物料上漲衝擊 亞洲連鎖數十業者攪盡腦汁 維持營收同時讓顧客核包省錢 創造雙移 體育BS新聞綜合報導 一封封白色信件從機器噴出 英國王室迎來新時代 印有象徵查斯三世的CR 標誌信件27號首度祭出 除了信封 未來英國的各式物品都會改印這個圖案 白金漢宮同天PO出一張女王年輕時的照片 象徵結束哀悼期 英國王室重新上宮 剛獲封威爾斯親王和王妃頭銜的威凱夫婦 也特地來到威爾斯訪問 連了一下車就受到熱情的迎接 已經是三寶媽的凱特和小孩互動 假情就熟 不只有卡哇伊女童主動上演愛的抱抱 更有小男孩勉腆獻花 人氣指數超高 同天威凱也參觀一間食物銀行 瞭解民眾困境 這是因為越來越多英國人受通膨影響 成了月光族 英國首相特拉斯為了挽救經濟 推出50年來最激進的減稅案 卻挨轟方案根本偏袒有錢人 這項名為迷你預算的計畫 把最高所得稅率從45%下調至40% 等於收入較高的一群人 反而能存更多錢 而稅收變少 也等於英國的債務將變高 英國首相提出的政策 其實就是所謂的捐低經濟學 該理論源自美國認為政府 對富人和企業減免稅收 可以改善整體經濟 最終會令社會中的貧困階層 也得到生活改善 但這種邏輯英國工黨顯然不買單 事實上連美國總統拜登 都暗批英國政策 說他早就厭倦了捐低經濟學 因為他從來沒有奏效過 但特拉斯還是認為 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救經濟 英國大規模減稅計畫後 也促使投資者加快 拋售短期的英國國債債券 英鎊對美元的匯率一度下探 歷史新低幾乎快變成1比1 英國央行為此緊急發布聲明 說會在必要時毫不猶豫改變利率 英鎊才稍稍止跌 對於匯率危機英國財政大臣不願多談 財經專家則痛批英國的能源補貼 反而害英國更虧錢 英國債務管理局預測 在新政策推出後恐怕使2022到2023 財年的淨融資需求大增724億英鎊 英國究竟會不會踏上債務不歸路 全球都在看 VV新聞綜合報導 入秋之後在國際之間有很多新的 跟大自然有關節能減碳的新的方式 那麼這些方式其實都是在提醒我們 我們也可以這麼做 那麼報導當中包括了 您有沒有想過落農場生產起司 最後還可以變成釀威士忌的斜槓酒廠 這個裡面有一個重要的回收關鍵 另外報導一開始是上個星期 全球矚目的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國葬 哀悼期結束之後 白金漢宮旁邊像山一樣的花海 究竟該怎麼辦 凋謝枯萎之後 移到皇家公園 化作堆肥繼續攻擊養分 將來生出新的花朵 或許這是女王遺願希望的 她希望她所愛的英國 永遠生生不喜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辭世將近三週 這一大片來自四面八方 悼念的鮮花雖然漸漸凋零 卻正要展開新的旅程 把相女王遺禁的新意化成堆肥 送往倫敦皇家公園之一的肯興頓花園 除了精神上生生不息 也落實環境低碳永續 同樣貫徹傳承精神的 還有知名國際品牌雀巢 他們把再生農業的理念 運用在美國伊利諾州的土地上 因為全球85%的南瓜罐頭 都從這裡出產 雖然做法類似於有機農業 吸引蜜蜂和蝴蝶幫忙授粉 進而降低碳排 但最核心的是要確保土壤的健康 而對農夫來說 雖然產量不比往年 但由於減少使用燃料和化肥 成本跟著降低 因此利潤人相當可觀 同樣是農業起家 奧勒岡這間家族企業 從原本只是生產起司 和冰淇淋的小洛農 都現在也能跟酒扯上關係 因為他們把擠出來的牛奶 變成福特家 這全新發想的 是由起司當中 副產品之一的乳清而來 而通常乳清量要夠大 才能經由根造處理做成 高蛋白粉 少量則不符合經濟效益 尤利國家 也是在做一些訪問 在燃料和燃料 於是農場老闆靈機一動 把小量用不到的乳清 拿來試作成酒 沒想到這儀式不但成功 還開了自己的小釀酒廠 商品已經在網路上販售 而愛荷華州這間啤酒釀造廠 則是因為所需的二氧化碳不夠用 被逼出創意 專家指出 由於生產安亥已存的工廠 因為疫情關閉等因素 導致二氧化碳的產量跟不上市場需求 於是這間釀酒廠運用類似技術 自己把啤酒發酵過程中 產生的天然二氧化碳 給收集起來再利用 而更有效率的節能減碳 或許要從交通工具下手 這台名為Alice的飛機 周二在華盛頓周起飛 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因為它的動力全部只靠電池 完全實現靜零碳排 首次曝光這架全電動飛機的美國企業 下一步打算以半小時的充電時間完成一小時的飛行任務 目標2027年載客載貨 向零碳排看齊 尤塔州這位母親從自己的社區著手 他倒數募款集資組成一批單車巴士大隊 號召家長和學童集體騎自行車上學 不只贏了健康也贏了氣勢 透過社群媒體平台 光是這一支單車巴士的影片 瀏覽次數已經超過50萬 把健康又減碳的理念繼續在全球擴散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登機半個月的查爾斯國王 射出他的開工上班照 把手伸向象徵軍權的紅箱子 裡頭裝滿政府高官上述的奏折 箱在王在隨身攜帶 一旁還擺了張女王夫婦的黑白照 流露對父母的思念 女王時代終結手中的英鎊 有兩款要收回換發新版的塑膠鈔票 同樣有女王頭的奧帝 有些要換成查爾斯 有些卻不打算再用王權駕馬 因為反君主制的聲浪如日中天 澳洲各大城市街頭都出現示威遊行 國會拖音辯論 趁勢扶上檯面 要跟英國算舊帳的 還有前殖民地肯亞 還記得當年圈佔的農地嗎 肯亞農民要對英國政府提告追討 而皇室這邊也還在適應新局 威廉王廚跟凱特王妃一現身 就受到民眾歡迎 夫婦倆特地前來感謝 國葬桑蠅人員的付出 威廉坦笑自若 凱特在一旁認真聆聽 努力延續皇室風範 然而英國太陽報卻報導 當初女王病危的時候 父王查爾斯拒絕哈利 帶著梅根同行 導致哈利得自己搭飛機 沒趕上女王的最後一面 哈利欺詐父子兄弟再度決裂 可是女王的團結遺願 言由在耳 查爾斯攘外還得嫌安內 TV新聞報導 前美國國務卿 龐佩奧今年第二度訪台 除了強調台美關係 並再度直指 台灣跟大陸是兩個獨立的國家 同時他也相信 總有一天 大陸會成為民主國家的一員 每一句都踩在大陸的痛點上 大陸國台辦直接算 龐佩奧三月訪台時 就傳出收取了422萬台幣的演講費 這次呢 龐佩奧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民進黨當局一再的股東 龐佩奧竄台 進行招搖撞騙 那麼到底花了台灣老百姓 多少的血汗錢呢 我想應該給台灣老百姓 一個明確的交代 至於國安局長和政戰局長 出訪行程先後曝光 有秦志圈人士認為 這將成為兩岸疊爆戰的新常態 藉此打擊台灣軍情士氣 國台辦予以否認 民進黨當局關於渲染 所謂的大陸威脅 來轉移焦點 誤導島內民眾 企圖通過煽動反中抗中 來謀求政治私利 這種把戲呢 了無心意 是愚弄不了台灣民眾的 從其小三通部分 大陸不滿台灣對外籍 和陸港澳人士採雙重標準 把球替毀了民進黨 另外一名昆山台商 在隔離期間大出血 遭質疑 因大陸防疫太嚴 造成延遲就醫而死亡 廈門台辦為家屬處理後事 提供了必要的便利和協助 健康驛站和心靈醫院等方面 充分的進到了搶救的責任 家屬表示認可 至於陸委會指 中共20大將提出對台武力威嚇 大陸國台辦回應歪曲事實 TVB的新聞陳旭逸 陳向如 北京報導 總統蔡英文受邀南下高雄 替世界商總年會致辭 而同場活動 美國前國務卿龐佩奧 也在一場兩人互動 備受關注 而蓬佩奧致完詞 轉身準備回住時特地停留腳步 而總統蔡英文也起身 手肘碰手肘的方式打招呼 而蓬佩奧則是輕拍了總統的手臂 最後離開 我還記得今年3月 Mr.蓬佩奧拜訪我們總統府的時候 我邀請他常常來訪 很高興這麼快 我們就能夠再見面 簡單問候龐佩奧兩人就再也沒有互動 而從座位上安排也能看到 總統身旁坐的是 喬委會委員長同政員 再來是高雄市長陳其邁 與龐佩奧距離相隔了7個人 全場幾乎零互動 兩人一前一後離場 而蓬佩奧則是趕往台南參加午宴 現場準備鮮花迎接 綜候賽準備以正宗辦桌台菜 宴請龐佩奧 菜色有牛排 羊排 金錢餅 還有炒米粉 現磨的杏仁雪蛤等8道菜 說到時間限制 只能以肉類為主 無法大顯身手 但還是融入台式漢堡 掛包等 盡可能呈現台灣特色佳肴 以美食會友 讓龐佩奧感受台南美食魅力 TB新闻 徐吉宏 林永璇 SN小組 高雄台南 綜合報導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率領美國吊宴 代表團出席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國葬 四天日韓訪問的第一個行程 是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雙邊會談 賀錦麗強調美日同盟的重要 也譴責中國在台海的行為 白宮聲明指出 賀錦麗和岸田文雄討論中國近期在台海 具侵略性且不負責任的挑釁 重申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 十天前美國總統拜登受訪表示 美軍將出兵協防台灣引起北京不滿 白宮資深官員表示賀錦麗的說法將和拜登一致 而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在例行簡報重申 美國的一中政策沒有改變 他也被反覆問到台灣主權 美國的一中政策和大陸的一中政策 一中原則不同 美國的一中政策是不對台灣主權採取立場 普萊斯表示美國希望維持台海現狀 但中方不這麼想 因為北京在對台行動和在台海的軍事演習 是更加脅迫 TVB的新聞黃松普尼嘉輝 美國華府報導 博士美國改變一中政策 美國駐中國大陸大使伯恩斯視訊出席亞洲高峰會 批評對岸平越維護區域60年來和平的台海中線 強良美方會持續依循國際法通過台海 不過對於輿論質疑 拜登和賀錦麗對外發言 時常有台 白宮又會隨即澄清 一種政策到底有無變化 不過被問到美中是否進入新冷戰狀態 博恩斯倒不認為 由米爾克研究院舉辦的亞洲高峰會在新加坡登場 今年進入第九個年頭 超過1200位政商界精英出席 三天時間討論國際局勢和經濟等議題 美中關係先把弩張 台海議題成了亞洲高峰會上討論度最高的焦點 如何控制分析各方都有見解 共同點就是期盼有實際的降文方案 TVB的新聞 洪富華 劉婷婷發自新加坡的採訪報導 這其實也是我第一次參加沒有可能 然後我們一直也是很想要了解 現在就是趨勢是怎麼樣 然後科技的議題 能源的議題 還有未來會 就整個發展會怎麼樣 TVBS新聞團隊前進新加坡採訪 米爾肯亞洲高峰會 直擊藝人陳柏林也在現場 我們自己公司也做內容了嘛 然後你也要關注一些 世界上正在即將要發生的走向 所以也是收到一些朋友的邀請 然後也很多朋友在這邊 就一起來聽一個高峰會議這樣子 之所以自己人在新加坡 陳柏林接受TVBS獨家訪問透露 還有其他會議剛好也要在當地開 而這回高峰會 陳柏林也準備參加這位的活動 演出電影瘋狂亞洲富豪後 人氣直線飆升的亞裔男星 亨利高丁 也準備在29號擔任 亞洲與好萊塢的演講者 另外出現在米爾肯亞洲高峰會的藝人 不只這些 嗨 TVBS This is JJ Lin Really good to be here 林俊傑也出席 談到音樂工作室穩定經營 像是生活時尚品牌電競戰隊 還有準備開幕的咖啡品牌 也都要開回新加坡 我相信音樂是 最強的交流方式 會推動文化 所以我一直都在心裡有這種想法 我們想把文化和社會 通過我們的工藝 通過音樂和技術 林俊傑參加集結各界精英的 米爾肯亞洲高峰會唱團生意經營 不只是唱作俱佳的音樂 也對自己的副業未來充滿期待 TVB的新聞裡研究 建民軒在新加坡的採訪報導